Hello 大家好 現在的天氣已經越來越乾燥 我知道有些朋友會喜歡做護膚油 很多時候會塗很多保濕精華或面霜 但有些朋友會覺得只塗這兩樣東西 皮膚依然很乾 不夠滋潤 所以在塗這兩樣東西之間 中間可以加多一種護膚油 來增強保濕效果 令皮膚沒有那麼乾癢 除了要選底油 也可以加一些油溶性活性護膚成份 增加整體護膚效果 可以幫助我們解決皮膚問題 今天我想介紹三種活性成份 很適合秋冬的時間製作護膚油 第一樣是有機紅石柳抗衰老精華油 它本身是一種非常保濕的成份 另外它裡面含有很豐富的抗氧化成份 以及一些消炎的成份 它最主要可以幫助我們冬天皮保濕 另外如果皮膚很容易敏感 或者冬天的時候會容易發炎 可能皮膚紅薄薄 會脫皮會紅 這便可以幫助你減退這些問題 第二種很適合秋冬用的 就叫做深海眉棗抗皺精華油 這一種材料除了可以抗皺之外 其實裡面含有很豐富的營養成份 可以幫助我們增加皮膚膠原蛋白生長 除了可以減淡皺之外 亦可以令皮膚更緊致和有彈性 還有一種叫做有機的風膠精華 這一種材料也有豐富的營養成份 而它最擅長是做一些修復皮膚 即是皮膚受了刺激或受損 你塗上去會快點好 另外它也可以幫助我們修補皮膚的屏障 減少因為天氣轉變的時候 皮膚會出現一些敏感 或者是脫皮 或者是一些痕癢的狀況 以上這三樣東西都是油溶的 所以就很適合放入護膚油 用量大概每一種是1-2%左右便可以了 所以接下來的秋冬 如果大家想解決這些肌膚的小問題 不妨考慮這三樣材料